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里是西西在农村 夫妻之间女人经常做这几件事 会要了男人的半条命 到底是哪几件事呢 咱们去找人了解一下 奶奶 你又多大了 我八十一了 八十一了 你的身体不好吧 好 身体好 你有多几个孩子 四个 两二俩个女孩 像那样的命都不好 多说就是说 要着这个奶奶一辈子遇上这么一个女的 她得要了她半条命 她这个女的都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不留面子 就是在外面不给奶奶留面子的女的 她都不留面子 不给奶奶留脸面 不给奶奶留脸面 那不行是吧 还有就是说 有就是想自己奶奶不挣钱的吗 有 奶奶有啊 奶到门有啊 人 人呢 谁没一样的 人跟人也都不一样 人也都不一样 人又回国子 人又干钱干活的 奶奶也没干活去 她也干活去 那边还叫二媳妇看 有那二媳妇帮听话 二媳妇在家看孩子做饭 老婆老公都干活去 结婚都不叫要做 那一个孩子的 挣了钱孩子她们呢 她有的这么想孩子 有的想不孩子 有的想不孩子 有的想不孩子就抱呀 先挣了钱帮子吧 对对对 她不干活做 她还要吃好的啊 这样的女的 又不干活还要吃好的 对了 孩子穿好的吃好的 她有多少钱 其实长的女的她欲望比较多 就想要的东西推多了 对了对 你反正这么说 如果奶奶欲望这么长的 三种女的 这一辈子都要半条命 就是说是 在外边不跟奶奶留面子的 还有这个抱怨奶奶不幸的 再有一个就是说 谈欲欲望高 就是说 想吃想喝 还是一个不干活 对对 反正长的就是说 你要是有身边 有这么个三个女的 肯定这个奶奶的 一生也过不好 过不好 是不是奶奶 通过刚才和这位奶奶的交谈说 奶奶说 如果女人在外面 不给男人留面子 也不行 抱怨男人挣钱挣的少 和别的男人来攀比的话 也不行 还有就是说 女人不要欲望太大 如果想要的东西 自己可以去挣 可以去争取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